我們畫一個大圓的半徑 是 36 Enter 好,那我們現在用兩點畫圓 兩點 第一點對準它這個 然後呢 往下 小圓的半徑是 6,所以直徑是 10 一定要往下 直徑是12 Enter 那我們畫完第一個圓了 那再來第二個圓呢 我們要相切相切半徑 圓 相切相切半徑 相切相切半徑 是6 Enter 這邊也是一樣 要重複做這個指令 圓 相切相切半徑 相切相切半徑 6 那我們繼續再重複這個指令 多變一點喔 那我們現在它就有八隻腳了 因為章魚是八隻腳嘛 那我們來弄一下它的嘴巴 我們直接選擇其中一個圈圈啊 然後按複製 就是 基準點 中心點 嘴巴 我讓它在這中間好了 中間 然後 ESC結束 我要 讓它嘴巴呢 有一個厚度嘛 所以我要 往外偏一個 3公分吧 3 Enter 嗯 這樣嘴唇太薄了 ESC結束 我要偏一個 6公分好了 偏一 按一下 6 Enter 拼音的物件 對 這樣差不多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好 那我們ESC結束 我們再做兩個眼睛齁 我們複製這個 中心點 然後眼睛你自己喜歡的位置 點一下 然後 跟它平 你可以一高一低啦 如果你喜歡斜式的章魚的話 那 我們 給它 給它 弄平式就好 好 ESC 那 這個呢 它只有眼眶沒有眼珠嘛 就會變成 那個 有眼無珠啦 那我們就 往內偏移 因為它的半徑是6嘛 那我們 往內偏一個 5 偏移3 好了 試試看 偏移3 有時候畫畫就是靠一種感覺 往內 對 然後選取偏移的物件 往內 好 我們這樣子很好 好 那其實呢 我們還可以再畫一個 眼睛的反光啊 我們再來偏移3看看 欸 先去要偏移的物件 它不能了 可見這個距離太小了 那我們來偏移2好了 我們先按結束 偏移 偏移2看看 Enter 好 2可以啊 我看2可以 好 這個章魚它是不是 頭昏腦脹的眼睛暈暈的呢 我們用這個 填充線把它 改變一下吧 用個1 然後把它這裡面 上色 這個顏色黃色很 貴貴的 紫色眼睛的章魚 很有性格 好 就這樣 那我們這隻章魚呢 就畫好了